美国空军官方网站21日称 在参加美国空军协会的会议时 美国空军最高负责人肯德尔在30分钟的发言里 一共提到了多达27次中国 提到俄罗斯和阿富汗分别三次 在接受美国防务新闻专访时 他更是公开表示 在调整美国空军下一财年预算时 我坚持以高端威胁为导向 肯德尔甚至说 如果美国空军要发展的项目不能让中国对我们感到害怕 那我们就该仔细想象为什么还要继续推进 这种近乎偏执的恶意针对中国态度 已经成为这名美国新任空军部长的特征 肯德尔此前曾表示 努力应对中国威胁是促使他愿意回到五角大楼的因素之一 他在今年5月25日的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说 我在2010年发现我们的潜在对手已经提升了他们的能力 中国研究了我们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取得的成功 并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军事现代化计划 其明确目标是击败美国在中国附近投射力量的能力 肯德尔还透露在他宣誓就职后不久 在国会山的一次早餐会上 参议员乔恩泰斯克询问他上任后的优先事项是什么 肯德尔的回答是 我有三个答案 中国 中国和中国 至于具体怎么做 肯德尔在最近的演讲中透露了一个关键数据 现在在加利福尼亚州帕尔姆戴尔的空军42号工厂的B21隐形轰炸机生产线上 正在制造多达五架试验飞机 此前美国空军只承认正在生产两架用于测试的B21轰炸机 肯德尔如此特别提到B21轰炸机的进展 是因为他将这种引擎轰炸机看作是可以下到中国的跨越式技术 他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 有一些事情正在筹备中 还没有向公众透露 我不能透露 其中一个被部分披露的是B21轰炸机 我认为这将是一件令人生畏的武器 它将是非常有能力的 显然 美国空军已把赌注压在B21轰炸机上 把它当作威胁中国的重要手段 按美国的设想 这种轰炸机很可能在数年之后就成为中国面临的现实威胁之一 当然 肯德尔的威胁是吓不到中国的 肯德尔说要让中国感到恐惧 我建议他去问问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同不同意 中国空军发言人申进科大校则直接回应称 中国空军始终传承并发扬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血性胆破 必将坚决捍卫国家的空天安全